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4年2月20日美国东部事件 现在是中午事件 下午事件 今天我们插播一个澳大利亚相关的消息 为了应对中共 南中国海以及南太平洋的持续威胁 澳大利亚国防部宣布已经拨款额外增加70亿美元 旨在要将其军舰数量增加一倍 70亿美元是国防开支 来应对亚太地区军备竞赛的加速 这是一项为期十年的计划 说这个该计划将让澳洲海军的水面舰艇 将目前的11艘增加至26艘 国防部长马勒斯说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拥有的最大舰队 马勒斯还说澳大利亚皇家海军 必须能够确保我们海上交通线和贸易路线的安全 因为它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繁荣至关重要 这个增加的26艘里面 其中将建造6艘猎人级的护卫舰 11艘护卫舰和6艘不需要船员的最先进的水面战舰 无人舰 将部分舰队将配备战斧型巡航导弹 能够对敌方领土深处的目标进行远程打击 这项计划将使澳洲的国防开启 增加至国内生产总值2.4% 这个明确就是应对中共过的 中共观察网的回应 你看一时间报道了这个事情 回应说澳方借助所谓 中国威胁印太地区和平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表示 亚太地区是和平发展的高底 不是大国博弈的棋举 中国始终致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希望各方多做有利于地区稳定与繁荣的事情 不要将地缘冲突 阵营对抗引入亚太 说这个中国和澳大利亚同为亚太地区 中央国家 中央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服务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也有利于亚太地区和 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 这个中共啊 自己大力的发展军备精彩 是吧 又是建造航母 又是建造各种军舰 还有啊 战斗机 现在澳洲建一下 他在这里 是不是啊 不是大国博弈的棋局 对南中国海 对东东海 是吧 还有台湾海峡 不断的扩张 以及霸凌 啊 这个让周边的国家 远在澳洲都已经 警惕起来 这同时也可以看到 中共啊 在澳洲的这个 内部的这个政治的运作 彻底瓦解啊 失败了 一定是考虑到 想到说什么 这个澳洲的政府 他可以搞定 肯定想着国防部 军方 可以啊 进行干扰 干涉 实际上你看 最后结果就是 失败了 彻底失败了 所以澳洲这次 军方 国防部 这个增加经费 那一定是啊 各种各方面的利益的 博弈的结果 最终 没有按照中共的发展的 方向去走 啊 你怎么看啊 先生分享一下 啊 这个就让我想到 去年爆出来的那个 那个中共的那个 客户给你打电话 说 盘里王肯定搞定 你看 对 他们中共 就这个 就这个思路 他就认为 那个民主国家 跟他们一样 也是 只要搞定关键的几个人 都全盘都能够控制 而且他们想着说 哎 美国搞不定 我搞定你美国的盟友 对吧 五眼联盟的 我能搞定几个 算几个 再加上 澳洲那种地方 本来就已经被 说白了 澳洲 新西兰 对吧 加拿大 包括英国都已经很多人 他都埋了很多线 他以为他的那个 引力战线力量强大 对不对 那个 但是他没想到 就是说 他这个 说白了 他还是对 整个就是西方的这个民族社会啊 就不了解 怎么说呢 就是 感觉就是比当年大清的那个义和团好那么一点点 因为义和团当初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出羊 也没有办法去人家那渗透 对不对 然后就一天到晚的这种寒打很大 但是呢 这次他稍微好一点 就是说他可以渗透出去 然后呢 去把人家的就是那个正常社会搞一搞乱 但是呢 这个搞乱呢 其实也就是 也就是让人家就是 说呢 就是骚了骚了人家 然后真的人家要开始 就是说 就要把警跟刀身枪跟你干了 你看他 他们的帮子的人立马走 然后 然后所有的那个海外的那些就是 力量 都会 基本上都会被瓦解 所以我觉得 怎么说呢 这个还是 我们说的就一直很对啊 你看媒体也好 商界也好 所有的这些 比如说说 一些对着中共向好的消息 那个都 其实那个都是 都是怎么说呢 都可以忽略不计 只要军方出来 发一下话 这个就已经很明显了 哪怕就是吹一下风 就有一些说 我们什么时候 在准备在哪里 联合军演啊 这个都是很很有标志性 很有意味的一些动向 就是说 呃 所以啊 呃 怎么讲 就 瞎折腾 白忙活 好的路对 是啊 这个所有的实际上 是在2021年9月 英 美 澳三国宣布 逐建 AUKUS军事联盟 那个时候啊 这个澳大利亚政府 还是 啊 是那个 不是现在的这个啊 呃 佩尼王 这个政府 是上一任的 所以呢 在这个之前 已经把澳洲的 这个军事上的 国防的 一些事情 给他定下来了 所以呢 你看在 澳大利亚国防部 声明中 说 为响应去年发布的 国防战略审查报告 你看 去年 阿尔巴尼斯政府 认真听取了 对水面舰队的 独立分析建议 啊 所以呢 澳大利亚 这个政府这块 只能给出一些建议啊 建议 看到没有 啊 实际上 是去年 就已经 这个 全部完成了 所以你看 这个 中共 回应 是吧 说澳大利亚 去年4月 发布的 国防战略审查报告 炒作所谓 中国军事威胁 妄臣 由于中国军事力量 集结 缺乏透明度 因此无法让印太地区国家放弃 这个 因此中国金融时报 英国金融时报 认为 澳大利亚海军的升级计划 是在考虑 对抗中国 这是毫无疑问肯定的嘛 所以现在 这个中共的 这个在哪里啊 就是 想 用一些啊 这种招去颠覆 对方 最终也 瓦解了 是吧 失策 说吧 啊 这个 澳洲 在军事上 以及在情报上 该往前面走 还是这样往前面走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我们再来看看啊 这个澳洲的 增加的这个 11艘啊 应该是15艘 11艘到26艘 15艘啊 够不够 我觉得可能 现在啊 他应该说啊 在暂时来说 他是一个这样的计划 实际上 未来 会不会还会增加 那都不一定啊 可能说不定会更多 因为这是啊 这还是在 阿尔巴尼斯政府 之下增加的 意味着啥 意味着如果说 不是阿尔巴尼斯政府 那肯定比这更多了 我相信他们可能还 想方设法 减少了一些啊 但是这个增加 这个趋势 很明显 他们是破不了 可能会减少一些 所以呢 所以 你就看这个 美国的盟友 他知道吗 他其实做了防火墙 他做了防线的 防线就啥 就是 那个和 就是 军事 军情 这重要的 这些环节 是 中共想控制 是绝对不可能 中共想影响 是绝对不可能 所以它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啊 就跟土耳其一样 跟土耳其一样 所以这个 台湾 正好相反 反过来啊 军事 军事上 这儿 就被 啊 被中共 说实话啊 绝对渗透的 勾强 所以你看美国 基本上在台湾这里 各种军事演习 以及 接下来的一些计划 只能台湾是单方面啊 接受就行了 实际上 配合程度 并不是很多啊 就是台湾飓风的配合 因为昨天那个海军上下 明显说了相关的啊 这个未来亚太 印太地区整个的 整个的计划 没有包括台湾啊 绝对 但是包括了澳洲 AUKUS 是吧 AUKUS 所以这 现在啊 这个情况 你怎么看啊 二先生 分享一下 我是觉得 中共那帮 可以回过去 看一下 二战的时候 二战的时候 那个时候 美国也是很弱 对吧 就被珍珠港 被日本偷袭 珍珠港以后 但是你看到 二战后期 是怎么样一个形态 就美军的主力 他是放在欧洲战场 然后业余时间 才在太平洋地区 打打日本 都把日本 斗得那么惨 然后呢 现在是 我们表面上 可以反过来看 是美中 美国 AUKUS 现在主力 放在中东战场 对不对 中共也想把 那个中东战场 搞的 就是说 让美国 就是说 深陷几难 但是 我 我 我现在就让我 看到 就是反过来的 就是 美国把那个 夜余时间啊 放在打 那个中东战场 就是那边 有可能是 就是阳攻 或者是 就是放了一些 不是很主力的 你谁也 没有办法知道 到时候 如果说 美军现在 有多少的 实力 已经准备好了 因为 在表面上面 消息看出来说 美军在亚太地区 现在放了 五个航母战斗 对不对 他说不定 他还有更多 你也不知道 但是 你 你中共 你想知道的话 你就现在 你开打 你立马就会知道 什么样的实力 对不对 就是说 有一句话说过嘛 说美国的军事实力 有多强 谁也不要 也最好 不要 那就说 什么意思 就是 你 你现在 就是说 当初 你看日本 去惹 那个 惹美国 然后那个时候 珍珠港 偷袭完了以后 山门五十六 不是又说了一句吗 我幻醒 可以投资 对的 那个叫 门火 那么 那么你看 确实也是这样 然后所以说 现在你看 很多消息放出来说 一会儿 亚太的 那个美军的一些高参 就是说 准备 2027年要爆发台海战争 你看这些东西 你一看我们表面上 我们都都听着 就是心很慌 就觉得 哎 怎么要到27年 还没有做好准备 说不定 那个中共 某些时候就猛突了 但是 但是你从 系列的 包括 这次 布林黑的 那个 安全会议 那个美军 美国海军上将 这个 一段讲话 你就 我们就说 如果说 一直跟路德社 节目的观众 就一定 一定会觉得 美军已经全面 准备好了 然后就是 表面上面示弱 就看你 中共 你敢不敢 你打一下 你试试看 你就 就知道 老德陆队 中共啊 现在在 菲律宾海域 持续的啊 在这里 调性啊 做各种 应对准备 今天我们节目 也说了 你看他又把 这个标毛啊 铁链刮狗 又给他放出来 给菲律宾 发现 所以呢 这个 中共 他现在 绝对不可能 收手啊 只会 让西方这些国家 越来越 看清楚 中共的这个 本来面目 接下来 所以这种 军事升级 澳洲 说说 二战的时候 都没有 什么 投入大量的资金 去发展 什么 舰艇啊 因为都是 当时美国发展 美国为主 基本上 澳洲都很少 可见 你看现在 中共 都是中共逼的啊 逼的结果 其实就是 澳洲 解决就业 然后呢 生产这 都跟中共 绝对没关系 中共想 渗透到澳洲 去生产一些东西 那肯定做不到 解决就业 然后呢 增强经济 还有 这个 在科技上 肯定 会有一些 提升 还有一点啊 因为这些 产品啊 他这个 因为澳洲是 有些是 直接 自己打造嘛 就造船业 澳洲未来 可能都会起来 因为 他造过 这种先进的船 以后 他的供应链 就会起来 所以你看 这别人做事 他都是一举己得 中共国做事 都是伤敌 一百 自毁 一千 什么原因 想想 是不是 你看中共 军备竞赛 军赛的结果是 全世界封锁他 美国西方 就算 自己造舰艇 没人会担心 澳洲 造多了 会影响别人 反而还可以解决就业 带来经济增长 你看 这就是区别 好 在中共国 那就是损耗 咱们这期 节目就到此结束 别忘了 点赞分享 谢谢阿尔先生 再见